手游酷玩 一向剪影的状态 对面的话 好像是在这个山上面 而咱们这个有点 类似于像处在大坝的位置 你看他们是排挤炮 加上导弹的 同时下边还有这个 兵工厂来生产炮弹 向上边输送 那咱们这边是雷达 跟这个电脑的工作者 他们作为这个远程监视 增加炮火的准确度 如果没有这个雷达定位的话 他打的是不是太准 所以说合理的调配人员 来进行维修或者是装填 那么亦会是来 让我们的准确性来调整 这个是自主的 那对面又发射火箭了 那么重点说一下 他这个游戏的设定 还是比较好的 你看我们这边攻击 是需要一段的时间间隔 炮弹才会落在他们这边 而他为了让 这个两方基地 都显示在屏幕内 同时把这些炮显示的清楚 中间的这个距离 他采用了两幅图来过渡了 直接给过渡没了 那这么做的话 可以让我们更清楚看到 我们的基地 与他们这个基地的方向 并不会让我们选择来 做一个大场景 来主动的去 滑动屏幕来去看 同时也是更为直观 那么设计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个人感觉 那游戏的话 莫然依然给的是 这个是三星评价 也算是一款中规中矩的作品 但其实可以给到四星 如果后续有更好玩的模式 那么这个评分星级 依然会向上增长 好的那现在 可以看到咱们还是一级 通过去进行一个攻击 来防御老家 那对面的话可以看到 他这个炮的口径 我去 简直比咱们 这个大太多了 但他这个炮 好像并不是太 能防住炮弹的 这个炮弹都打到他们老家里边了 我去把这个NBC给干掉了 那在山体里边的这个基地 好像不是太给力啊 他发射了 这个炮弹没过来呢 已经过来了 把咱们这个二号炮给打了 那咱们是抓紧维修啊 你看打一下都是这个miss 因为定位并不是很准 所以说某些东西啊 就打的不是太给力 所以说这一关也千万不要着急啊 咱们需要稳妥之后 才可以将他们全部打掉 那炮弹的话 咱们可以选择更换更为猛烈的 这个双炮炮 或者是这个一些别的这个家童炮 那合理分配人员来维修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咱们可以攻击他中间这个位置 把他中间这个位置打掉 那么他前方这个炮 很可能就不会再工作了 因为没有炮弹 向里面输送啊 他后边呢 你看这个炮弹输送 好像已经停转了 没有炮弹过来 他是无法进行开炮的 好 咱们猛烈的向他们发起炮击 他们现在就一个NPC来维修了 其他NPC都被咱们用炮给炸死了 等他再过来 咱们就一炮干掉他 那他如果没有人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任宰割的羔羊了 他门口这个炮看起来真的是非常吓人的 这个口径的话 可以把咱们炮都装里啊 漂亮 这个NPC他们的全部被干掉了 已经没有NPC了 咱们可以更好的进行炮击 只需要慢慢的把它基地都炸掉 就可以完美过关 那这个游戏的话作为休闲的这个军事风对战游戏 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推荐的 那整体画风是偏写实的 虽然人物是以这个卡通人物为主啊 那整体这个人物的就是这个炮弹的这个材质 还有这个天空 嗯 这个火焰什么的是偏写实风的 那个人觉得也是比较的值得一玩 那他这个炮弹的这个炮的防御力是真高啊 你看 这个炮我去 打这么多下都没有完全爆掉啊 甚至比后面基地还要强 那如果你一开始就是选择全炮恭喜一点的话 那很可能就可能打不赢 咱们需要先切断他的后背 你看他后边这个冰工厂运作了 那前面炮都没了 他还运作炮弹干什么呢 好的 迅速攻击冰工厂 那在三体内就非常容易miss啊 根本打不到 好 准备发射 游戏自动加速了 这才二倍速度 那本机游戏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各位的收看